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 点击关注、订阅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戒狮还魂》 故事发生在黑龙江省黑河市 嫩江县双山镇的一个村落 一天大早上啊 就从村民吴文华的家里边 传出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吵闹声 引来了路过的村民们 议论纷纷的 这大清早上呢 他们家这干嘛呢 怎么又吵起来了 这两口子可真是的 他们家呀 今天不都这样吗 有啥好奇的呀 文华还真受得了他这媳妇 村民吴文华 在大家眼里啊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平时里边老是忠厚 也踏实肯干 就是不知道当初怎么想的 会看上他这媳妇这样一个 颇富一般的女人 这才刚刚结婚一年多的时间 哎就隔三差五了 就听着两口子吵架 那真的可以说是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好多村民们都纷纷的为他感到不值 这时候 吴文华的二叔刚好路过 碰上这种事了 他也不能不管吧 那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不是吗 他叹了口气就说 哎呀 真不知道文华当初啊 看着他哪儿了 说把推开了院门就进去了 行了 文华 小梅啊 你们俩别吵了 这大家看笑话呢 这是 二叔刚进院子 就看着小梅追着吴文华的背后 不依不饶的张着 你个王八蛋 你今天要不把事跟我说清楚了 我跟你没完 那个狐狸精 到底是谁 这时候吴文华显得狼胃不堪 脸上 手上 那被抓了好几道口子 他看见二叔进来了 可能也是觉得有些丢人吧 就使劲的推开小梅 而且呢 还怒骂他 闹个人没有 想不想丢人呢 你给我送他 小梅一个亮起 重重往后边摔了一下 他嘴里边还骂不咧咧呢 好你个吴文华 你胆子大了 你敢到手打我 文华 你别那么的没轻没重 睡坏了咋办呢 虽然二叔也知道 这媳妇呢 不是个省油的灯 但是自己呢 毕竟是来劝架的 总不能太偏袋一方了吧 二叔啊 你瞅他这样子 谁受得了啊 行 两口子吵架呀 床头吵架 床尾和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 等他气消了 你再回来 二叔一边说行 一边推着吴文华往外边去 你个王八蛋 你竟然敢走出去试试 今天竟然敢打我 这事没完 我告诉你 你要是走出来这大门一步 我就死给你看 小梅撒起坡来了 就跟个疯子似的 从地上爬起来 就冲着吴文华跑过去了 而且还使劲的拉扯他的衣服 死活不让他走 一旁的二叔看着呢 也没办法了 只能不断的劝吴文华 先去哥哥家里边躲一躲 拉着他就出了门了 虽然听着小梅放出狠话来了 可这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吴文华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头也不回 静止就朝外边走了 这下哥把小梅给吓坏了 这要是放在往常的话 他说狠话了 吴文华肯定马上服软 可这次竟然他没搭理他 他气得插着腰 站在院子里边 嘀嘀不休的骂 好啊姓吴的 你真敢走 老娘我 老娘我今天非死给你看 从家里边出来之后 吴文华没去哥哥家 他还不想连累哥哥嫂子 之前因为这种事 小梅没少去哥哥家里边闹 于是他转身去了同村的好哥们 大成的家里边 刚到大门口啊 大成看到吴文华这模样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咋了 又跟媳妇吵架了 大成啊 你说我上辈子遭了什么罪啊 我摊上这么一个媳妇 行了行了 行屋吧 你媳妇应该啊 猜不着你上我这来 大成一边说了 一边把吴文华拉了进去 这哥俩也有一段时间没碰面了 看着吴文华心情不好 大成拿出了几瓶啤酒了 还有一些下酒菜 跟他喝了起来 他妈倒霉娘们 我已经把我爹娘都给撵出去了 连我哥哥嫂子都不敢上我家去 我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几瓶酒下了肚 吴文华就开始叙叙叨叨的 把心里边的委屈啊 全都释放出来 行了 结婚过日子 都是磕磕绊绊的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俗话说的好啊 劝和不劝分 大成也只能安慰着吴文华 让他想开点 这俩人一直喝到大半夜啊 喝得都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 吴文华迷迷登登的醒过来 一看手表 都半夜十二点了 他心想啊 小梅这气应该消了吧 于是他晃晃悠悠的站起来 跟大成告别就往家走 在路上他还一直想呢 把丈夫能屈能伸的 等会儿跟小梅说几句好话 哄哄的 应该就没啥事了 没多一会儿功夫 走到了家门口 他赶紧的换上一副笑脸 推开院门走进去 谢可 我回来了 你不扔气了吧 我错了 还不行了 但是并没有听到回应 他心想难道小梅回娘家了 不能 要是跟他霸告状了 那 那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吴文华一边琢磨着 一边进楼礼物 刚开门啊 眼前的景象 把他吓得瞬间就就醒了 瞬间小梅直挺挺的挂在房梁上 脸色铁青 看见模样已经死去多时了 他立马上去把小梅给放下来 流着眼泪喊啊 许可啊 都是我不忘记 你怎么这么想不敢啊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我错了 你醒醒啊 你可不要吓我啊 可此时的小梅全身都已经僵硬了 也不知道在那掉了多久了 早已是回天乏术了 发生这种事 吴文华也不敢隐瞒 他马上通知了小梅的父母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看到炕上躺着的小梅 他母亲都哭得晕过去了 而这父亲上前一把抓住吴文华 往死里边扇他大嘴巴子 你个小王我犊子 你还我女儿来 我他妈打死你 吴文华当然是不敢还手了 只能直挺挺的站着 任由小梅的父亲对他进行殴打 吵闹声很快就引来了附近的村民 邻居刘大爷听见动静了 以为是小梁猴吵架的 可是越听越不对劲 就赶忙他过来看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一会打出人命来了 刘大爷一看这场景 赶忙上前就分开俩人 劝说 人命 这小子把我闺女逼死了 我他妈打死他 让他给我闺女偿命 你们少管闲事 说吧 又准备上前去殴打吴文华 这几个村民连忙去拦住他呀 小梅的爹啊 你先消消气 这能明白咋回事再说吗 你打死他也没用啊 可是小梅他爹死时已经失去理智了 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群人就这么拉拉扯扯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一句话突然之间传过来 让大家火都停下来了 之前躺在炕儿上早已经没了气息的小梅竟然坐起来了 可奇怪的是啊 他好像不认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用陌生的眼光看着大家说 你们都是谁啊 我咋会在这儿呢 小梅啊 你醒了 你可把妈吓死了 一旁边的小梅他娘眼看着闺女活过来了 欣喜肉狂的冲上来拉小梅的手 谁是小梅啊 我不认识 你放开我 我叫秀芬 可眼前的这个小梅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个劲的说大家听不懂的话 大家一时之间搞不懂这是咋回事了 只能愣愣的看着 这闺女咋了 咋连娘都不认识了 小梅娘默默的流下眼泪 你别哭啊 小梅娘 闺女回来的是好事 可能是刚才啊 经历了一些有些不太适应 过几天啊 就好了 刘大爷赶忙在旁边安慰人 小梅死而复生的事 很快就在村子里边传开了 大家都觉得这太神奇了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事呢 刚开始 大家都对小梅直直点点的小声议论 可是到了后来也就见怪不怪 慢慢的这件事就淡忘了 觉得小梅啊 除了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 其他的也没啥嘛 不过对于吴文华来说 死而复生的小梅确实是变化太大 他不仅把家里边收拾得 立立正正干干净净 对吴文华的态度 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变得特别的体贴 看着眼前的小梅 虽然吴文华找不到他以前的影子 不过这种性格的小梅 他是喜欢的 他当然乐意享受了 直到有一天 小梅跟吴文华说 文华 我想回去看看我父母 他们年纪大了 又失去了我 我不放心他们 你陪我去看看好吗 虽然这吴文华不大相信民间传说的介石还魂 但是眼前的小梅确实让他有点难以理解 吴文华也想看看 这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导致他性情大变的 难道还真的有着介石还魂这么一说吗 第二天 两个人就乘坐大巴车去了秀芬的家 这一路上啊 秀芬都表现得特别激动 不断的跟吴文华说啊 他以前的什么什么事 真实程度让人完全不相信这是编的 下车之后 秀芬凭借着记忆 找到了以前生活过的村子 七拐八拐的来到以前老房子前面 他对吴文华说这就是他家 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了 里边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他在房子的周围里里外外的转了好几圈 都没有发现父母的影子 跟邻居一打听才知道 他父母已经不再认识了 秀芬得知了消息之后是痛苦的流下眼泪 吴文华赶紧抱着他安慰啊 别哭别难过了 你还有我呢 我们回去好好的过日子吧 晚了一会儿 吴文华陪着秀芬到村子里边转了转 他碰见了好多熟人 不断的跟人打招呼 可是那些村民都带着奇怪的眼光看着他 心想这外乡人谁啊 怎么会认识我们呢 还知道我们这么多的事 秀芬这才把自己的遭遇 跟大家说了一遍 虽然村民们都震惊 可是他说的秀芬的那些事 还有他说话的语气神态 那不就是村子里边已经死去多年的那个秀芬吗 在离开村子之前 秀芬带着吴文华来到了自己父母的坟前 他常跪不起啊 哭着跟父母续说他的思念之情 祭拜完了之后 他跟着吴文华回了家 两口子恩恩爱爱 这日子呀 也是越过越好 这件事直到过去啊 已经好多年了 不过在当地的村民们看来 小梅还是那个小梅 只不过因为死过了一次性情大变 不是所谓的戒失还魂 那这种事谁又能够解释得清楚呢